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Podcast 我们本周的主题是谈设计思考 那主要是根据哈佛伤害评论 100周年30篇经典文集当中的一篇 叫做向爱迪生学创新 从那篇文章谈起 那么今天我也还是要再回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 由IDEO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际设计顾问公司 IDEO的董事长Tim Brown 那个时候所写的 那他第一次把这个概念 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之后 他隔年2009年自己又写了一本书 叫做Change by Design 设计思考改造世界 这本书应该是全球的畅销书 在台湾也有中文版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2008年2009到现在已经十来年了 设计思考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各大企业 很多财经业界所接受的一个观念 一个创新跟研发 跟发明的过程 一头不可或缺的一个概念 那么设计思考呢 我前几天已经有谈了 它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 它的本质是一个战略 它本质呢是应该是回到 这个消费者使用的情境去 而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包装 也不是把东西做得美美的 就是设计思考 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误区 因为现在呢 这几年台湾的文创产品也是很多嘛 大家会以为设计呢 就是把东西做得美美的 颜色漂漂亮亮的 那这个呢 绝对不是设计思考的原意 设计思考远远超过这个 所以它是一个战略 绝对不只是一个战术 不是只是一个煤化工程而已 不是只有包装而已 所以各位听众 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 一到三呢 还是继续的回听 那对今天的收听呢 是会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来谈说 在这个Tim Brown 就是这篇文章 像艾迪森却创新 Design Thinking这篇文章 特别提到说 到底怎么训练 我们的设计思考的能力 那以及说我们平常 要落实设计思考的流程的话 有哪些重要的重点 我们必须要可以follow的 所以我现在就从这篇文章 萃取这两个精华呢 来跟各位做分享 就设计思考者 到底有什么特质 以及我们怎么样 做设计思考的流程 要注意哪八个重点 我觉得蛮实用的 在这里跟各位听众做分享 那首先呢 我来提提看说 可能是因为贾博斯 做iPhone 这个Apple的创办人贾博斯 他老是穿了一个高领的毛衣 尤其是黑色为主 牛仔裤 球鞋 所以我们印象中谈到设计师 设计的人就有这个印象 但事实上呢 要具备设计思考特质的人 不一定要这样穿 不一定每天都要穿的黑上衣 高领毛衣 或者是牛仔裤 然后戴一个球鞋 布鞋 不一定要这样穿 好像感觉你在做设计的人 才会有设计思考 一般人 就是你不用外形特别突出 或者是特别标榜 或是一个设计师的造型 才可以做一个设计思考者 而是一般人呢 其实就可以具备设计思考的能力了 只要你经过适当的训练 特别注意个人的特质 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设计思考者 那么一开头有提吗 就设计思考是要以人为本 也就是你要回到整个产品 或者是服务的使用者的使用的情境 以他的需求去出发 所以第一个设计思考者的特质 就是具备同理心 他们会从不同的使用者的角度 来想象这个世界 这个不同的使用者 包括客户一定是 当然你的终端客户 或者是你的上下有供应商 甚至你的同事等等 就是用不同人的观点 他们是怎么样接受这些服务 跟这些产品的 所以你要这个同理心 了解到他们的需求 了解到他们的喜好 所以第一个呢 你一定要以人为本 所以以人为本的前提 就是你要同理心 你有没有先有同理心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是你有没有这个特质 就是你可以整合性思考 事实上我们如果推到 我礼拜一的时候 在分享Tim Brown这一篇 像爱迪森全创新设计思考 这一篇 第一个案例呢 就举说爱迪森 我们以为爱迪森是一个 发明电灯泡的人 我们停留在这个印象 但是呢 这一篇文章一开始就说 其实爱迪森是人类 最早的设计思考者 或者是他这篇文章说 一百年前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过世于1931年 那他那个时候呢 发明这个灯泡 如果他没有发明这个 发电的系统啊 传输的系统 这个整个生态系 没有成立的话 光发明一个灯泡有什么用 只是一个长的这个样子的灯泡 没有什么用处啊 没有实质用处 所以他是要用生态系 也就是你要一个整合性的思考 而且我那天也有特别说 爱迪森的实验室呢 事实上是一个很多元包容 是一个团队协作实验室 他的实验室一头呢 不是说只有做研发的人 因为他也有艺术家 在里面进进出出 手工艺技术很强的人 在里面进进出出 还有一些生意人 有一些商业同僚人 在里面进进出出 所以他是一个协作 多元协作 他在那个年代 就已经是多元协作了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整合性 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个特质 你要整合性思考 你要综合的想这个消费者 在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个综合的情境 是什么 所以要想整体 不是讲一个单点 一个单一的项目而已 所以这也是设计思考者 必须具备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 那么第三个特质就是乐观 就是说设计思考者一定知道说 当然要研发创新 发明一个新东西 总是有这个那个 很多很多的局限 如果他不相信说 我一定可以做突破的话 那他就不用玩下去了 所以第三个特质 就是一定要乐观 那么第四个特质 当然还要有实验的精神 如果我记得 我在本周的礼拜二 有特别提到说 整个设计思考的流程 是三个环节 一个做完 再进入第二个 不断的在循环 第一个环节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灵感 你要改变什么问题 第二个就是 你要快速做出那个圆形 修改的这个圆形模型出来 第三就下去执行实验 然后发现有问题 又回到你的灵感 然后再做出圆形 那再做实验跟执行 所以他是要一个实验的精神 所以也就是这里讲的设计思考 你要具备第四个特质 就是你要不断实验 不断创新的这个精神 来去探索才有可能有新的可能 那么最后一个设计思考者 他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是协同合作 就是产品服务经验 是越来越复杂 所以不是靠少数一个人 一个天才 就可以做出很多伟大的贡献 他是一个团队合作 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 是IDEO的董事长 所以他就说 在我们IDEO 不是只有产品设计 是这种人才而已 我们还有行销专家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产品要到市场上去卖 你不懂得消费心理学 你不懂得市场的状况 你怎么卖 所以我们有工程师 我们也有行销专家 我记得我有一次也在节目中说过 说在微软还是哪一家科技公司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类学家 研究人类怎么样的消费心理学 或者人类怎么样情境 是怎么在反映的 所以也要人类学家 有工业设计师 也要人类学家 也要有心理学家 所以他是一个 就很像爱迪生的实验室 各种人都要有一样 你在做设计思考的时候 也是一个团队的协同合作 各种人都要有 你才有办法做出好的设计思考的产品 所以以上这几点 就是一个好的设计思考者 所应该具备的特质 那么当你的公司 要开始导入设计思考的流程的话 到底要注意哪些细节 这一篇文章 Tim Brown也提到八个重点 我在这里跟各位听众分享 那么第一个重点 就是一开始 就要有设计思考的思维 一开始就从流程的一开始 从创新的一开始 你就要以人为本 所以一开始就要设计思考 所以不要到前面设计都做好了 大致功能都决定了 然后才到最末端才找一个设计师 把它煤化煤化 这就不是设计思考 所以一定要一开始 从最源头就把设计思考纳入流程 第二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以人为本 就是你要洞察消费者的需求 回到他们的使用产品 跟服务的情境 所以是以人为本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就是你要不断的做出雏形 圆形 然后下去测试 然后重新回到灵感 所以第三个重点 就是早早试 常常试 就是说 赶快做出一个东西 测试看看 然后不断的测试 常常在做测试 所以这是设计思考的一个 主要的精神 那么第四呢 就是说 你可以扩大你的生态系 寻求消费者也好 顾客也好 上下有供应厂商的协作 的协助 所以第四个重点 就是扩大生态系 寻求外部的协助 因为这也跟 我们刚刚讲的设计思考者 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有关 就是要协同合作 也要整合性思考 在这样的过程 为了协同合作 跟整合性思考 你就必须要 可以跟外部协作 共同合作 所以这是第四个重点 那么第五个重点 就是融合大小专案 就是当你公司在推动 设计思考的时候 可能有大专案 有小专案 有的是短期的 有的是比较长期的 那你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融合在一起 然后一个渐进式的 或比较革命性的创新 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创新的组合 那这样你是比较好管理的 第六个重点 是依创新的速度 边预算 就是说事实上 我们刚刚一直有在强调 就三个环节 成灵感 圆形 执行 所以你这个流程 可能是不一定的 有的可能是很快 有的时候比较慢 所以你按照你的创新的速度 边预算 不要太急迫 也不要说你到用的时候 却要需要预算的时候 又没有预算可以用 所以也是属于满敏捷的 要必须要一个敏捷的管理 那么第七个重点是 求财不以余力 我想这也呼应前面说的 你需要一个整合人才 你需要人类学家 你要工业设计师 你也需要心理学家 你也需要行销专家 所以各个领域的人 你都很需要 所以不要只单一的找 有工业设计背景的人 或有产品设计背景的人 那你也不要以为说 这个人都没有当过设计师 他也不会画图 他就不能做设计思考 不是的 他可以扮演 比如人类学家的角色 他可以扮演行销专家的角色 合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一个设计思考 很好的团队 那么第八个重点 就要设计你的周期 就是你大概要一个产品创新 或一个三步骤 就是你的灵感 原型以及执行 这三个步骤 一个周期大概要多久 你也要好好的设计 那这样不断 让每个公司的不同的人 都可以经历不同的周期 其实对你全远的训练 全远的设计思考的培育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以上是今天的五个特质 以及八个重点 给各位听众做参考 就是你开始要导入设计思考 或者你开始希望你的员工们 都有设计思考的思维 或者你自己有设计思考思维 就从上面这些提点可以来了解 那明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 我也是等了这个贵宾 等了一阵子 他是这个Gogoro的创办人 陆学生 他本身就是一个工业设计科系毕业的 那在整个设计Gogoro这个产品 这个电动摩托车 其实他就是用设计思考的方式 来规划他的产品 来规划他的生态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所以非常欢迎各位听众 明天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 来听听我们这16年来 第一个台湾的企业到美国 NASDAQ上市的Gogoro的创办人陆学生 他是怎么用设计思考 以及怎么设计他的Gogoro的生态系 最后我要告诉听众一个好消息 那么今年是哈佛商业评论创刊 100周年 我们现在开始要正式进入 我们的周年庆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今年度 最优惠的订阅方案 所以只要定一年 我们就会送三期 所以邀请各位听众加入 HBR精英订户的行列 现在订阅呢 我们还要再送一本限量出版的好书 也就是在前不久 有分享过 哈佛商业评论 最有影响力的30篇文章 也就是创办100年来 由哈佛商业评论的总部 所精挑细选的30篇 应该说是全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的文章 节级的这个专书 来送给各位听众 所以希望各位听众 都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 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 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 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